我们这边现在跟各位介绍的是 我们唯一装甲甲村 唯一仅存一户还蛮完整的将军屋 之前这边是严将军住在这边 因为他将军屋所以不能拆 所以外面的全部剩下的七十户全部拆掉 仅存这一户 那目前现在其实完整还有的话还有六户 六户那部分 现在我们就把这一户完全是废墟的 把它活化起来 花了将近五十万 修屋顶 还有一些内部的装潢 水电 还有我们的设备 把它全部修复起来 那现在看到的是原来的原貌 那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一个热灵关怀据点 然后作为老人工餐 那也让新住民朋友 你可以到这边来做聚会 就开始了 因为去年修复的 去年把它完整修复起来 因为为了能够往后延续的热灵照顾服务 所以我们把它延续下来 把它输入起来 然后包含里面的废弃屋清屋全部都有做 全部都有做 所以那时候放清屋就清了大概四车 四卡车 因为它已经荒废了 已经荒废差不多都有十二年了 十二年了 所以十二年是很长的日子 到我任务八年 我把外面的飞机 去年的时候就把这边的飞机屋把它清掉 然后把它整理起来 大林的志工队目前现在有三十二位 三十二位 那我们这三十二位里面就挑比较对厨艺有兴趣的长辈 然后让他们轮班 一次两位到三位 每天轮班 当然你就每天来就不可能 体力上会有什么负荷 轮子来 对轮子来 然后组厨部分我们有新住民姐妹会帮忙担心 他们十点要过来煮 十点要过来煮 对 因为前置作业由我们的长辈去做切菜啦 洗菜啊 还有一些 一些细部的工作 那后置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把它出色的话 就是请新住民姐妹来帮忙